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个公司的计划也有改变 所以我每一年都花大概80个小时去学不同变化的要求 Medicare是非常复杂的计划 它跟普通保险处理不同 再加上每人的情况都不一样 不是每人到65岁就申请Medicare Part A跟 Part B 有些到65岁还上班 有些是因为健康的问题 有些是低收入用白卡的 可以申请Medicare条件是满65岁以上的美国公民 旅卡居民已经长住不离开美国五年 残废的公民不管年龄 已经领Social Security Disability Insurance 24个月以后 有晚期肾脏疾病 收入低有白卡公民 在美国工作跟报税最少十年 找入夫妻两人之中有一人上班都可以 你去哪里申请 哪一段时间开始办 你可以在saca.gov website 或者去附近Social Security Department 你有七个月的时间去办好 在你生日三个月之前就开始 假如你的生日是在五月份 那你二月中就开始 最后一天是八月底 这是Initial Enrollment Period 你一生中只有这一次而已 在Initial Enrollment Period过期后 你没配合政府要求的健康保险 我们叫Credible Coverage Part B 法费是10个Percent Part D 法费是每个月1个Percent 是跟National Based Beneficiary Premium 这是Late Enrollment Penalty 这法费是根据你一生的 那另外我是到65岁还上班 我公司有保险 我应该申请吗 那看你做的大公司还是小公司 大公司超过20个员工 那你只用申请Part A 不用申请Part B 小公司20个员工 那你就要申请Part A跟Part B 假如你有参加Health Saving Account 请跟我联络 你有不同的条件 好了 我有红 蓝 白卡 有Part A跟Part B 我想了解多点什么是 Medicare Advantage Plan Medicare Gap or Supplement Plan Part D 红 蓝 白卡 是Original Medicare 是联邦保险 有Part A跟Part B Part A是保医院费用 Part B是医生费用 Original Medicare 不包括支付保费 医生开家里吃的药 出国以后不保 耳朵听信检查 普通眼科检查 Part C是Medicare Advantage Plan 是私家保险公司跟政府 配合要求的代理 这种计划包括 Part A跟Part B 更要Part D 有些公司给你免费 不同其他的福利 Supplement Plan Medicare Gap 这个计划是按照 Original Medicare 保费的条件去办 你可以用在50周之内 Part D Prescription Drug 保险公司都按照 联邦政府要放条件去办 里面有什么呢 Formulary T Mail Order Copay Step Therapy Medical Therapy Management 另外政府规定医药的计划 分开四段 第一是支付 Deductible 第二是Initial Coverage 你的责任是扣费 第三 The coverage gap Do not hold 你的责任是 Coinurance 第四 Catastrophic Coverage 你付药费的钱 到了政府规定 你吃的普通药 和牌子药 那些药费都变低了 加上政府还有一个计划 叫LIS Low Income Subsidy Extra Health with Medicare Prescription Drug Plan Cost 这是药费帮助 特别的计划 请记下重要日期改计划的时间 Annual Enrollment Period 从10月15号到12月7号 这段时间改多少趟都无所谓 Open Enrollment Period 从1月1号到3月31号 在这段时间 只有可以改一趟而已 Special Enrollment Period 是跟你生活有影响 医疗保险的需要 Medicare Supplement Open Enrollment 当你已经参加这个计划之后 要改的时间 是在你生日哪个月份 是最好的 这个计划是跟你健康条件 不是垂时可以参加的 我是黄玉美 谢谢